美国监管机构11月25日宣布对华为和中兴设备实施禁令,延续了多年来限制中国电信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努力。 在25日发布的命令中,联邦通信委员会还点名了安全摄像头供应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双向无线电制造商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联邦通信委员会致力于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确保不可信的通信设备不被授权在我国境内使用,我们将继续开展这项工作,这项新规是我们保护美国民众免受涉及电信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持续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邦通信委员会表示,25日发布的命令适应拜登总统2021年11月签署的《安全设备法》要求。 在4比0的投票中,联邦通信委员会得出结论,所点名的设备对数据安全构成风险。 2018年,国会投票禁止联邦机构从上述5家公司购买设备。联邦通信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这些公司没有资格获得联邦补贴,他们同时禁止中国手机公司在美国开展业务。